這個不是主鬥燃鬥機的問題 這個是一國屬的問題 如果上年的教會普查 你都可以看到 過去五年的香港教會的年輕人 投身得真的很嚴重 你不要動手 不要動手 你報警 我們已經報警了 你不給人救你 你現在報警處理 你不應該想推人 我們已經報警了 你報警你不要再推人了 不公義的地圖 公平應該只有地圖才有 公平公義明確實 剛才你說的 五月大會決定了抽籤 但現在的抽籤變了什麼 變了大圍標的抽籤 變了西選的抽籤 變了小圈子的抽籤 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經過諮詢 有沒有經過諮詢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好 回來第二節的時間 我們今節 首先探討一下 林鄭月娥 在27日發表完整的政綱 在裡面有一行 令不少基督教難事關注 就是他想成立宗教事務小組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政綱呢 今天剛剛聽過沒多久 剛剛聽過沒多久 你猜不猜到這個政綱 大概會做些什麼呢 其實你會看到 主要媒體完全接近沒有什麼報導過 這件事 都很老實地這樣說 如果我都很留心 我自問都很留心 我都不太去到今天才知道的話 換句話說 其他一些很普通的上教會的基督徒 是更加不知發生什麼事 而關於這件事 其實我是有一個擔心 我擔心他現在這件事 這個所謂的事務小組 會成為控制教會的一個政治工具 是的 很多教內人士都關注的問題 就是這個宗教事務小組 會不會等同這個大陸的三治外國教會 大家可能眾所周知 三治外國教會 就是受到共產黨的領導和控制 最主要就是控制住宗教界 不要亂 以及不要做出一些反政府的行為 如果在香港引入這個類似的制度的時候 會不會變相對教會的控制呢 有沒有想過我們會面臨這件事 我想中共所說 或者以前梁振英所說的加強青年工作 跟我們所理解的青年工作是不同的 共產黨的青年工作 類似紅衛兵的青年工作 就是控制一些思想、洗腦 或者做一些搖旗立喊 那個公眾得益行為 由於它沒有更加詳細的資料 但是從它過往的一些所作所為 你看到它推行一、二年想推行洗腦教育的時候 其實很明顯 它想透過學校作為一個政治宣傳工具 如果香港教會成為政治宣傳工具 如果香港教會成為政治宣傳工具的話 其實某程度上是方便它的管治 因為我們就基督教而言 香港也有幾十萬的信徒 加上天主教也有接近五十萬 如果它控制不了這些宗教 它可能擔心好像中國那樣 不只基督教和天主教 可能大家眾所周知的西藏、佛教和新疆的伊斯蘭教 它們控制不了 怕它們會好像這兩度 新疆和西藏出現暴亂 可能這就是中共維穩政策的一部分 在香港很不幸 我們都看到有一點點控制宗教 以及有一點點迫害宗教的行動 例如我們在一些消息裡 都收到香港貿教會 就出現這個突然間要交十幾萬差響的事出現 我們怕不怕這些事會陸續在香港出現 如果我們繼續這樣去不理會的話 我們遲早有一天 我們到出現的時候 都可能已經太遲了 既然林鄭 既然這樣想迫害宗教 但我們發現到 原來有一位基督教選委 竟然提名了林鄭月娥 提名這個人 就是香港基督教青年會的基督教選委鄭智人 我知道李先生 你好像都在這個團體裡做過事 是的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的其中一個青年單位 都做過一件事 究竟裡面是否真的這麼親中 這位鄭智人 你認不認識這位選委 我想前線同工 他都會有一個理性和判斷在 但我對於他們的一些高層 我就不有懷疑 特別是你會見到 他現在的其中一個 即是他的會長鄭智人 他竟然要提名 一個這樣的林鄭月娥的話 我覺得這個做法是非常之不仁也不智的 是 鄭智人 叫我們翻查資料所得 原來他是青年會的會長 即是代表青年 同時我們在上年11月 他透過這個機構提名 就中籤成為基督教選委 我們門徒的看 都發起了一個行動 就叫做霸捐行動 那什麼是霸捐呢 簡單來說 在奉獻上面 就不再支持他 以及在義工的服侍上面 都轉去其他機構 以及在網上都不再支持他 原來剛才我們傾銜所得 還有一招最終極的辦法 可以令到他屈服 我想前線同工 跟我的舊同事 我的舊同學 如果你在這間機構還在做的時候 其實你是理應 理應就是跟我們的服務對象 現在發生什麼事 其實他們是有權利去知道 究竟會長做了什麼 以及都呼籲青年會的會員 如果你們都想做一些事情 以示抗議 即會長投給其中一個建制派的人 其實你們可以選擇去退會 因為社福機構 因為其實作為一個NGO 其中一個名物之一 就是會員人數要向社署交數 如果你退會的話 其實機構就不可以交數 機構有機會倒閉 我想這是一個最大的方法 最強而有力的抗議 哇 這招真是絕 如果他的會員人數不夠 其實政府會不會 很可能會減他們的撥款 以及可能收回他們一些 社福的用地 即是可能是政府低價 撥給這個慈善機構的用地 都可能會收回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他們就不可以繼續他們現在的工作 甚至連這個高層 都因為這些可能減撥款的市 都可能因此要引咎辭職 我們在這個事件上看到 其實不要以為我們做一些很小的行動 就不能夠影響這些慈善機構的方向 其實我們一起做一些微小的行動 都足以影響他們一些高層 去怎樣去選擇他們的態度 我們呼籲一些有心關注這件事的朋友 可以去到我們門復會看專業裡面 都有一個聯署的 我們一起聯署 就向這個青年會的會長 就表達我們的不患 以代表在這個基督教的界別裡面 都有一些人會為他們的行為發聲的 還有其他事情可以補充 沒有了 沒有了 或者這一節都可能差不多了 或者有個祈禱結束 好 我們在天上的父神 感謝我們在這段時間 也有機會為我們所關注的事發聲 我們都公平將我們的所關注的事 都加在你的手中 願你使用香港一些 我們仍然堅持真正的信仰和信徒 都能夠團結他們 一起圍到這個真理去發聲 我們願意 我們做一微小的事的時候 就願你親自的幫我們去成就 我們一些的理念 一些為了真理所發的聲音 我們祈禱和主耶鬆明自祈求 好嗎 我叫劉逸章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眾恩堂 我已經報了名 基督教選委的抽籤 身為網上媒體《門徒》的作者 我在首篇的文章 已經說要放在特權的十席 不能夠侍奉上帝 又要侍奉馬門 首先行政長官的選舉 是一個小圈子的選舉 而選委會其實都是一個選舉的機器 教徒以基督為元首 並不是地上的君王為首 如果明年特首選委 只有建制派的人參選 我實在容忍不到自己投給一個選舉的機器 如果真的投給建制派 我對不起神 對不起人 因為我在不義之中 無法作炎作光 最後我懇請其他 已經報了名 基督教選委抽籤的人 響應《門徒》的呼籲 參加黃絲帶行動 一起告訴非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不會淪為選舉機器 助詐為若 多謝 大家好 我是謝詠文 來自宣導會會幕堂 今次我參加基督教選委的抽籤 是為了支持非建制的候選人 因此如果我抽中成為基督教選委 將會提名非建制的候選人 現在投票的時候 我將投下白票 抗議這個小圈子選舉 希望志同道合的你 如果都成為這個基督教選委 都可以考慮這樣做 我是黃美鳳 香港基督徒學會的社會目的幹事 在此呼籲 我們為基督教選委 在公布名單之後 如果是建制派當道的 我們就立即投白票 杯葛選舉 我們是應該要棄席的原因是 我們不應該為特權小圈子選舉 作背書 現在我們基督教選委 這一種的參與 是支持了特權階級 所以我們應該勇於 和無權無票的人同行 在權力和秩序 應該要為公義而服務的時候 我們基督徒應該是捍衛公義 反對小圈子特權 而我們更加不應該為政府去做協調的工具 或者是維持這個政治的特權的工具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一定要投白票 杯葛 大家好 我是散後基督徒 盼望行動的李偉言 如果你們又是這麼幸運 被抽到成為基督教十直選委的其中之一 我希望你們能夠投白票 以示對這個小圈子選舉的不滿 我是雷智恆 我是尼迪基督徒的社工 在這裡呼籲基督教選委抽籤的參加者 在明年特首選舉的時候 就投白票 我們基督徒應該率先放棄這些特權 去杯葛今次的小圈子選舉 以及我們去杯葛這些小圈子選舉 以及我們率先放棄這個特權 透過投白票 亦都避免有政治分贓的嫌疑 我們基督徒一起努力 去杯葛今次的選舉 去張顯神的公義 我是九龍城浸信會的羅健聰 亦是有份參與基督教界選委抽籤的一份子 一直以來中央政府都不讓香港人 擁有真正的民主 普選行政象官 繼續以1200人的選委會去選特首 我們更加不應該去參與這場不公平 不公義的小圈子選舉 如果我中籤的話 我是不會參與這一次的投票 棄直抗議 我亦都呼籲每一位 如果你們是有機會中籤成為基督教界選委的話 請你們都棄直去反對這場小圈子選舉 各位你們好 我是俄羅斯東正教會的佐治 我希望各位基督教選委 如果在取得一個議席的時候 大家可以考慮在刊獻之後棄直 沒錯 如果投白票這個建議 是可以引起到社會的關注 但是如果棄直 在刊獻之後的棄直 得到關注可能性會更加大 因為在刊獻之後棄直的話 協進會一定是要用一些措施 或者按照常理 他要去再補選才行 這個會是為協進會帶來一些問題 也是可以再次引起到社會廣泛的關注 所以在這裏希望大家 接納小弟的建議 是在刊獻之後棄直 不要為了自己說 我不會立刻表頭 或者按照自己的議員去點頭 希望大家放下自己的意見 或者對其他成見才會大局著想 希望大家聽聽我的呼籲 多謝大家 好